我看咱们还是抓紧这个时间 讨论讨论咱们军事理论学习的问题吧 连长 你是军事方面的主管 这个问题你先说说看 好 至于学习军事理论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不能影响正常的科目训练 我看目前也没这个必要 第一呢 团里给我们下的训练任务很具体 任务量大 时间也很短 如果到时候 完不成训练任务 谁能替我承担这个责任 第二 我们作为连队 我们是最基本的训练跟作战单位 说白了 我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最基本的训练跟作战 是不是 至于学习军事理论 当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影响了正常的科目训练 那就不是好事了 好事就变成坏事了 是不是 而且现在马上就要大演习了 战士们训练也都很辛苦 军事理论学习的问题 我还是坚持要在这提出的 这个问题 我跟范参部长和于主任 都汇报 他们很支持我这个想法 也希望 增盟五连搞一个事件 好啊 既然范参部长和于主任都支持 我看我就先搞起来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意见 但是有一点 我们不能影响政客的训练 嗯 对 你们大家的意见呢 可以 同意 同意 社长 您看看这些材料 这是东京他们团报上来的 东京他们团 最近搞了一个什么讲座 有很大的影响 战略战术思想讲座 讲座 啥是讲座 是讲还是做 首长 这讲座的意思 就是有人在上面讲 很多人在下面听 那不就是开会吗 搞啥讲座 就搞了些新鲜词 这和开会还是有点不一样 嗯 我觉得没啥不一样的 不过东京看来是有点进步了啊 是啊 能受到干部战事的热烈欢迎 哈哈 说明这小子学会走群众路线了 是 上次南征回来也说 东京最近的进步很大 是吗 哎 刘明主 你安排个时间 我们到三团去一趟 一个呢 我们看看他这个叫啥 讲座啊 再一个 检查一下军事演习的准备状况 是 嗯 我马上去安排时间 去吧 哎 不要 你不要告诉他们 咱们直接去 好 不要让这小子有准备 是 嗯 我明白 去吧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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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在1933年的3月2日间提第十一式大地主群 这样的话呢我们中央出去和敏制的出去就连成了一个 由此啊 我们中央出去和敏制的出去就连成了一个 我中央红军就扩大到了8万人这也是我中央红军自反围剿斗争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 那么总结这次取得的胜利呢 我中央红军采取的战术是 以少数部队进行洋攻 引敌深入 我们的大部队呢 则击中到敌人主力部队的后方去 对他们进行出其不意的攻击 使他们首尾不能相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趁机歼灭他们的主力部队 魏夫连长讲得很精彩啊 从大家的掌声中能听得出来 魏夫连长上部军校确实懂得很多军事理论啊 我军确实创造过几次辉煌的战力 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 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更宽 放得更远 我们要立足于打一场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化战争 我们要吸取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思想和最先进的军事理论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全体起立 立正 报告司令人 五连全体官兵正在进行军事理论讲座 请指示 让大家都坐吧 坐下 同志们 刚才我在外面都听到 你们的这个副连长叫 伯克司令人 我叫魏明昆 哦 对对 魏明昆 魏茄子的儿子 嗯 坐吧 坐吧 讲得好啊 我为啥说他讲得好的 第一 他讲出了我军的革命传统 我军在毛主席 朱总司令 还有周总理的领导下 打败了强大的敌人 第二 他讲出了我军的高昂斗志 为啥我军总能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打败强大的敌人 首先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我们是正义之士 这个 经过工农红军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还有解放战争时期 包括抗美援朝 都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是人民的军队 我们最终 就要取得胜利 这第三 才是战略战术 同志们 我军的战略战术 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亲自决定下来的 是我军在长期的艰苦的战斗中 实践中 总结积累出来的 同志们 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啊 宝贵的财富 谁要是忽略这笔财富 谁要是看不起这笔财富 谁就不配做革命军队的接班人 报告曾远 我没有忽略这笔财富 我更没有看不起 我只是说在现代战争条件下 敌人也发生了变化 所以你给我闭嘴 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跟我谈论这个问题 除非你在战场上真刀真强的干 我这个人打了几十年的仗 我最看不上的就空卖嘴皮子的人 我没卖嘴皮子 你讲的比我还多呢 你给我闭嘴 怎么 你小子还有点不服气是不是 爸 我毕竟是一连支掌 你当了那么多人总得给我留点面子吧 以后我怎么带兵打仗 你放屁 带兵打仗是靠面子吗 混账话 我带的连队毕竟是军师训练尖子连队 你小子懂不懂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道路 他娘子你取得点小成绩 你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 你眼睛的还有谁 爸 你了解点情况在匹匹上好不好 我怎么眼睛里没有人 哦 你是翅膀越来越硬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小子 只要哥过去 我就把你这连掌给你撤了 让你倒催事办去 好好勒勒你的驴脾气 爸 这好像是你年轻时候的事啊 臭小子 你敢嘲笑老子 老子那会儿就是营长 我要是在战争年代 我也当营长了 哦 那这么说全国解放 解放错了是不是 啊 他娘子 行了 好 去把你们新主任 还有你们团长都给我叫过来 是 是 社长 这里就是我们的眼睛站 现在 城市长 安强的处长 好 社长 这里就是395高地 红军 红军 现在配置在狼牙沟一线 其主要部队已在狼牙沟东次 平面离单集结完毕 那二三三营现在的位置呢 二三三营 在沙沃沟 他们进攻的路线是 他们进攻的路线就是 延 二四五高地 三一零高地 进攻 395高地 好 到那边 看看那个 我再翻面 报告 司令员 大家坐吧 这次军事演习准备了咋样了 好 我来做个简单的汇报 等一下 我有个小问题 这个魏明昆现在是五年的副连长吗 是啊 他军校毕业了表现咋样 是个好苗子 在学校时学学成绩优异 还是五好学员的 有基层工作经验 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带边也行 战士们对他反应很不错 这个 我知道他东京呢 跟他心里有哥的 东京有没有欺负他 这俩小子有点较劲 谁都不服谁 是这样子 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啊 老师 能不能把魏明昆直接踢到连长 我想在军事演习的时候 让他跟东京的大家 鄙视鄙视 就很自乐远的意思吧 好 大家坐吧 这次军事演习的准备啊 一定要准备充滚 善芎 骅主真的你照我 凌鸳来来 相攻 我们市领导也感到很多 你知道这个命令是实际上吗 是州司令员亲自下达的 自古以来临阵换将就是兵家大计 现在大野兴马上要开始 做通四连连长邱大勇的工作 就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所以呢 市长委让我找你做一次正式讨论 但是时间紧 忍不住 咱们也就不拘行事 希望你到四连以后 环境四连的同志 搞好这次大演习 是 请市党委放心 我一定搞好团结 保证完成任务 那也好 林辉啊 我问你点事 你父亲跟州司令员 是不是战友 不是 我父亲他为州司令员他们家 是 是 不是 倒是有点那个关系 看看 好吗 我听着周深远 把这次大演戏搞好 是 走 走 我们就不愿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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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算怎么回事啊 这调动你的副手都没跟你商量一声 这也太不符合常规了吧 对啊 到底怎么回事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你别说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 要不然咱们想着治治他 扯淡 我周冬军是那号人吗 别忘了咱们是军人 军人只有在战场上论输赢 把自己队伍带好才是关键 是 另外马上就军事演习了 把其他烂事都给我放下 咱们连必须全力以赴 拿下主公任务 知道吗 是 走 到我那儿去 首长 他来了 周军叔 小飞啊 来来来 坐 坐 坐 你找我有啥事啊 周军叔 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 你说吧 您就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不 您比我的亲生父亲更关怀我 要没有您的扶持就没有我魏敏坤今天的一切 你在说啥 我的意思是说您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胡说八道 你要是来跟我说这些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我 周军叔 我 你记着 你只有一个父亲 你的父亲是修邪的老魏 其他人谁都没有资格做你的父亲 父亲能乱认吗 周军叔 我的意思是 你不能再说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要认为我是在帮你 那你就错了 我所做的一切 我是为了这任部队的建设 魏敏坤 你不要学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记着 我认为你是个人才 你要把你的本事用到部队的建设上去 是 周军叔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嗯 你走吧 拉住 口令 闺女 口令 拉灯 好 是连长啊 还没睡啊 晚上就睡 呃 你现在是第几班港啊 报告连长 我是第四班港 有什么情况没有 没有 注意安全 是 非常多 好 不 我去找它 那个 但是我会把你打扰 拿到一个 这个 这是 我去找个家 我去找个家 你要拿到一个 我去找个家 你 Download 我去找个家 你找个家 怎么样了 警方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我又仔细地推敲了一下 这次拿下主攻任务 没问题 你可别吊以轻心 人家可是学院派 学院派怎么了 你甭把这当回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 那你就来了这个 还有鸡蛋 太好了 我肚子真饿着呢 你还有没有 再给你来一个 不是 两个也不够啊 你还藏了一个 你好歹也给我留一个呀 好 粘在你也这么辛苦的份上 给你留一个 简直就是强盗 你甭管强盗我强盗 我把咱们连的主攻任务 拿起来不就完了吗 行 那就全看你的了 连这个也给你 我往我睡觉去 那你不吃了 我不吃了 好 好了 你睡一会儿 哎呀 下面请方三部长给大家讲话 都看着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花 三部长脸上倒没花 但比有花啊 还有吸引力呢 啊 是吗 那我得回号照照镜子 好了好了 下面咱们说正题 呃 研究一下这个方案 我们几个人呢 已经探讨过了 呃 应该说 啊 赵先生呢 你怎么个评价啊 能算计格吧 呃 你这个说法还是比较谦虚 说实话呢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 应该说 在整个整体上超出了我的这个满意程度 特别是六连这个方案啊 做的很细 对于战场上各个方面的因素 考虑的比较全面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案了 但是呃 它的缺点也在这里太平了 缺一点运气 还缺一点破力 总之 就是缺少有效的进口手段 我看呢 照这个方案 进行攻击的话 占领305高地 时间只能是延后 来 就会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 下面说说你五连这个方案啊 想的比较细 呃 也比较大胆 呃 但是也太大胆了点吧 请方部长能说的具体一点 我现在就跟你讲 你别着急 这是395高地 你为什么把这个部队放在这个地方 对这个地形你了解吗 这一带是像鱼背一样的山脊 这山脊上有植物吗 便于部队隐蔽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把部队放在这个地方呢 查不上 我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好 当然可以 先坐下吧 这是395高地 这是14梁梁主峰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见熟 嗯 苏梁梁 你见熟吗 没看出来 是不是我军历史上打过类似的战役啊 不是我军历史上 是欧洲战场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个高地 简直就是当年意大利军队把守的 科伦要塞的翻盘 而395高地呢 就是著名的金马伦领 这是盟军取得的一场辉煌的胜利 当时英军战胜了 占绝对优势的意大利军队 攻克了这座被认为是天然堡垒的金马伦领 这也是二战期间一场最重要的胜利军 不要扯远了 说你的方案 好 我简要紧的说 当时这次战役 有一部分作战计划是这样的 先有密集的炮火 进攻目标 然后第四师从左翼发起个阳攻 吸引异军的注意 随后应第五师 从右侧直扑目标 而他们这条路线 跟我在这次制定的作战方案中的路线是一样的 这是异军绝对想不到的进攻路 六连 六连 怎么了 我就不信不够绝 你拨呢 段上 请稍等一下 你说多巧啊 他们是四师跟五师 我们是四连跟五连 你想说什么呀 咱们来好好配合一下 干得漂亮一点 你打好这个阳攻 我保证跟你拿下这个科隆要塞 科隆要塞 对 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 三九五高地就相当于科隆要塞 五连长 不要因为抢到了主公连的位置就得一旺行 战场上那是瞬息万变 最后有谁来拿下三九五高地 还不一定呢 什么叫不一定 笑 这其实是把你的方案 跟魏明昆的方案 结合在一块 不是 是以我的方案为主公 他的方案作为普通 最后还是由我来担任 但范探部长的意思很明确 一旦你们五连进攻受死的话 四连就由彻影变为主公 你们两个连 你识他就虚 你虚他就识 总共要保证一个有效的角度 我就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 主公就不保证 会存在什么虚实的问题 这么说话就太绝对了 不是绝对 这叫信心 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 打仗指签 如果没有这点信心的话 那仗就同意 总继 信心是一回事 战术运用是另外一回事 这两点是可以相互补通的 你笑什么呀 大哥 我觉得现在有这壳形容就特别准 中庸 直起两端守其中 少跟我来文化词 你知道什么叫中庸吗 中庸其实是一种很高的智慧 都是你们这些人前两年啊 把儒家的概念给歪曲了 还有句词 别听准确的 你现在就是手鼠两端 这其实是两码事 行了 我不给你扯这个了 我告诉你啊 我这次来看你啊 是爸爸特别的 老爸又对我不放心了 是不是 哎呀 我就不明白他干嘛那么稀少 问我 你要是这么说话的话 看来你是真的不明白了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不清楚吗 我们兄弟三人当中 爸爸最喜欢的就是你 打小最喜欢的就是你 他不明白吗 他喜欢打我的屁股 要不是喜欢打我的巴掌 就像你怎么说的 我是他的掌上明珠 好了好了 掌上明珠 爸爸让我提醒你啊 做人要夹着尾巴做 不要动不动就老子天下敌 你这种思想啊 迟早会吃亏的 哎 那你说我天下敌几 他才满意啊 我天下最末他能满意 不管怎么说 爸爸提醒你是为你好 明白吗 他把魏明坤提拔 他来跟我作对 也是为我好 东京啊 看来你对爸爸误解 还是很深的 不管怎么说 我把爸爸的话先带吧 我告诉你啊 爸爸让我提醒你 在这次的演习当中 一定要注意各个细节 尤其是胜利即将到手的时候 要注意各个细节的变化 我记住了 回去你跟爸说吧 你可以交差了 急什么呀 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你们团 准备要提拔你了 材料包上去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演习完了以后 任命就会下来 所以你千万不要出什么误度 这也我知道 不提拔我提拔谁 提拔未明归 看你的样子 两个职务啊 一个是二营的副营长 一个是团里作勤股股长 你选哪个吧 哪个我都不要 为什么 我想带部队 我不想做机关 而且我也不愿干这副职 我整天我看别人脸色 我才不干 你看别人脸色 就你 你不给别人脸色看就不错了 我什么时候给别人脸色 好了 我该走了啊 爸爸的话我带到了 记住 一定要注意各个细节的变化 知道吗 记住了 你回去跟爸说 等着听我胜利的捷报 我要证明一下 他儿子不比老子差 有你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记住啊 注意各个细节变化 记住了 回去跟老爹说啊 等着听我胜利的捷报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是 传令手 往后备下 我们继续检查 是 找吧 打个电梯 是 走 他们的主攻方向 果然放在左翼 好 继续检视右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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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东两三报 我能以安命令占领此地位置 我能以安命令占领此地位置 停 注意力 连长 这段下跃太慢了 别想办法呀 就是你看四点打多胜过 咱们可不让他们先逛上去 一发二白 我们从侧面一回过去 三排按原地路线继续前进 是 走 一发二白 上 连长 我们已经进入蓝军雷区 没有时间了 继续把劲出 连续注意 连续注意 连续在山谷一部 已经遭遇危险 伤亡过半 失去装备能力 失去装备能力 连续连续连 连续连在山谷一部 立刻退出进攻序列 退出进攻序列 连长 停止前进 停止前进 报社长 说 最新战口恐慌 红军二营五连 进入蓝军雷区 伤亡过贯 基本失去装备能力 完毕 连续 停 dinero 敌心 第二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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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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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你家 你这相片上次让我父母看了 他们特喜欢你 真的 再说咱们结婚婚以后 一起学习一块金木木 多好 等下了班再谈吧 我这正上班呢 那行 下面再说 那我先走了 再见 黄大伙 再见了 常来啊 挺亲热的嘛 什么呀 可老是缠着人家 赶着工作 哪部队的 他在机关里 一个小处长 呦 处长呢 挺年轻的嘛 团级干的呢 是个富的 人家有的年轻的 都当上重团的 行了 竟不够快的了 你呢 你呢 你们为呢 我 我还没有吗 有了吧 我们可都知道了 是一个司令员的儿子 是一个司令员的儿子 对不对 你们还真是门当护盾 他也在机关里吧 一定是个正团 没有 他挺年轻的 比不上你的那位 进不快 司令员的儿子进不快 谁信呢 他现在什么级别 真的 他父亲对他要求可严格了 不但不提他 还故意压他呢 那怎么也得跟我那位似的 是个副团吧 我们之前不谈这个 我不清楚 是怕我说你们闲话吧 没有 不赢 不会吧 那你也太亏了 你可得跟他说 让他抓紧点 这一步赶不上 步步赶不上 主任 我知道这次立功的名额有限 我认为还是把立功的名额 给那些表现更突出的同志 你的表现就很突出嘛 所以把立功给你 是这样啊 比如说我们连 很多表现突出的同志呢 因为名额有限 立不了立功 而我作为连长 如果我把这个工会给个人的话 我对下回的工作我不好做 看来连里对这次凭空凭奖 意见还很大 东姐 你这次确实不能跟人家四连比 我不是这意思主任 您别误会 我们连的官兵战士 对这次凭空凭奖都能正确对待 而且我们也承认 确实没有四连打得好 也不能这么说 各有千秋嘛 如果不是你们连和好的牵制 那四连也完不成主攻任务 这次给你们连集体嘉奖 就是对你们工作的肯定 这个我没有意见 集体嘉奖 我承认 我们连这次在军事演习中 确实付出了很多 我只是对我的个人三等功有意见 这次回去我也反思了一下 平行而论 我认为我在这次军事演习中 我的表现是不及格的 所以我不能接受这个三等功 是这个 东姐 我们看问题要从大体上看 什么叫大体上 就是毛主席说的 要勾全大局了 对于我们这次评功评奖来说 大局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次大演习的总体的评价 更进一步的说 也就是我军在现代化建设当中的 总体评价 你说的太远了 我只说我个人的问题 一点也不远 个人和组织 局部和全局 都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 对于你的谦虚态度吗 不是 我不是谦虚 我绝对不是谦虚 我认为这个三等功我不配 谁说你不配 拍不开事你个人说了算了吗 我觉得我不配 你觉得你不配 我们上街灵乐觉得你配 一些村中觉得你配吗 事情的真相根本就不是 你不要跟我说事情的真相 从小到大 对不对 道路都明明在这买着呢 你要在这个问题下再就证下去 那别人可就不认为你是谦虚了 我根本我就不是谦虚吗 可是别人会认为你在攀比赛真空 四连的魏明昆立的是二等 你是三等功 别人会认为你在闹情绪嘛 我闹什么情绪我根本就不这么回事嘛 好好好好好 你不要再说了句了 好不好 我就希望你正确的理解上级的意图 行不行啊 东街头 你是咱们时军事训练的标兵 是不是 你的提制报告 在大演习以前就已经送上去了 在这个节骨样上 你千万别再给我闹出点闪失来 妈 爸呢 准备下来吃早饭呀 你爸呀 一大早就出门了 这不 今晚刚结束 忙着清宫总结 一堆的事呢 今晚结束了 你这么高兴干什么 没什么 奶奶 怎么样 还适应吗 妈做早饭 当然适应了 淘气 你知道妈说的不是这个 妈 就这工作环境嘛 我太熟悉了 缺少陌生感 神秘感 没劲 奶奶 你呀 要理解爸爸妈妈 我们呢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总不希望 你离我们太远 不太远 也别太近啊 如果这转了一圈 我又回到念幼儿园的地方了 你这孩子啊 妈说一句 你呀 得回好几句 就你的小脾气 以后 谁敢娶你啊 好几个小脾气 你不太远 好几个小脾气